神清产生正思维 成佛的人实际上就是心已经成佛了 一切唯有心造 一个人成佛成魔 不是在于自己的外表行为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心 过去马路上有些流氓 打人骂人 他们的行为就像着魔一样疯狂 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成魔了 心能够造如来 也可以变魔 心可以显佛 也可以显魔 学佛要用真心 你才能得到佛法的真谛 人心和佛心本是一心 只要人的心不去妄动 不去起妄念 人的心和佛心没有差别 所以 有佛心的人一定拥有真心 没有佛心的人 就会有魔在心 当你拥有了和佛一样的心之后 你的心就会不生不灭 因为你的心总是想着佛 所以你做的事情 就是佛做的事情 所以称为 心即是佛 佛法讲 佛身相已入我心 就是佛的智慧 身体和相貌 已入我心 那你就是心佛合一 念经如果念到 佛的身相都进入到你的心田 那么你的心就跟佛一样了 佛是什么 就是觉者 心念有佛 身是什么 身是自己的身体洁净 相是什么 相好庄严 菩萨之相即是我相 所以念佛可以成佛 为什么净土宗讲 只要一念阿弥陀佛 就能成就你的佛果 因为你已经把阿弥陀佛的形象 阿弥陀佛的行为 阿弥陀佛的思维 念到你的心里去了 你已经念到心佛合一 如果你的心中无佛 说明你离佛太远 所以你的心中无佛 才会无果 如果今天碰到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是否要去做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你这个人就是魂魄不全 神识不清 你就是一个不能明心见性之人 如果你是一个头脑清醒 精神正常的人 你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正常人如果看见红灯 是不是要停下来 如果你看见红灯 你在想自己是冲过去还是停下来 你的魂魄会齐全吗 你的神识会清醒吗 所以说 你的心非皮非肉 非骨非髓 而是指你的心啊 直指你的心 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 人伤我痛 你看见别人痛了 你很难过 这就是人伤我痛 你就是在直指你的本性了 因为你的心就是性 本性是佛 所以心性要一如 心是外心 本性是你九十田中的佛性 如果心性一如 如如不动 你就可以见到自己真实的本性 学佛人要想见到自己真实的如来本性 是很不容易的 要想了解佛性 就要自修自行 就是自己一边修心 一边行佛 用佛的理念和境界 来约束自己的语言行为 要见到自己的法身 至少要从内心 见到自己的佛性 你们的法身是什么 就是你们内心的正思维和善念头 碰到一件事情了 你想着 这件事情我要去帮助它吗 不用了 已经有人在帮助它 这个就不是你的法身 而是你的劣根性在运作 如果你今天战胜了自己的懒惰 想着 我是学佛人 我要去帮助它 那你就是见到了自己的法身 因为法身是光明的 就像佛性照耀着人的精神和灵魂 所散发出的光芒一样 你见到了自己的法身 你就是见到了自己的光明佛性 就是见到了自己心中的佛 你自度自戒 你自己度了自己 自己又在守戒 自己度自己戒 你才对得起自己的慧命和生命 举个简单例子 假如医生告诉你 你已经患上了肺癌 你肯戒烟吗 有的人肝脏已经不好了 他能够戒掉喝酒的习惯吗 他没有守戒 他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身体 良心和本性 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人 你就会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和家眷 对学佛人来说 你还对不起自己的阴阳五行 因为这个阴阳五行 可以帮你调节身体 你硬是把自己身体上的阴阳五行破坏了 你应该好的时候 却没有好 实际上 就是破坏了你的阴阳五行之身 所以 你的甲合之身 在人间就会吃很多的苦 受很多的磨难 要懂得 我们的肉身来到人间 是阴阳缘分所为 我们的肉身在人间吃尽了苦头 我们不能再让自己的心灵受苦 学佛人要向心灵不受苦 就要学会有智慧 要心佛合一 要做无相忏悔 心中要无非无恶 无有嫉妒 无有劫害 只有精神能够看到未来 当你的精神充满着佛性和正能量 你才能让自己的肉身变得越来越干净 你就不会去利用自己的身体换取物质的享受 现在的年轻人 结婚后就要拼命赚取钱财 不就是拿自己的身体 在换取物质的东西吗 不就是在伤害自己的肉身吗 因为你已经被外境外尘所污染 你就会丢失智慧 失去慈悲 你就会自信有爱 在人间要明要立 要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往在人间走一遭